我刚大学毕业就继承了外婆的香火店 为了提高香火店知名度 我开始直播算命 没想到个个都是大猿种 到最后三只腰还是都留下了 买二赠一 黄小睡是负赠的那一个 黄小睡感动得热泪盈眶 虽然没有工资 但是这里包吃包住啊 不住在这里还可以给住房补住 这样的工作简直不要太爽 而公园负责人想拖头也想不明白 为什么要给这几只新来的动物按月发工资 这件事暂且告一段落 我又到了开直播的时间 现在我越来越火了 还没开始直播就有上万人提前蹲守 哈喽 大家好 欢迎来到直播间 算命看向 十元一次 依旧是摇头子的方式选择有缘人 可以选择私发我生辰八字 紧气照片或者申请视频连卖 弹幕 哇 老婆来了 老婆贴贴 几天不见 老婆更漂亮了 我失笑 我这两天没睡好 都要有黑眼圈了 五分钟后 第一个摇到三的集市 第一位有缘人 评论区都是疯狂转动的头子 所有人面目紧张 都希望自己中奖 可乐本来只是试一下 没想到他竟然中了 他激动的喊来室友 老二快来看 我是不是中了 老二也是我的粉丝 当即酸溜溜道 恭喜你啊 走狗屎运了 可乐挠挠头 嘿嘿 哥 运气好 欢迎有缘人 你选择哪种模式 直播连麦吧 接通连麦后 屏幕上出现一个小麦肤色的阳光男孩 可乐有些羞涩 主播好 大家好 没想到我随手一抽 就抽中了 嘿嘿 弹幕 凡尔赛 妈的 拳头硬了 好想揍他一顿 呵呵 希望你等会儿别哭 毕竟有缘人吗 懂得都懂 对哦 看了这么久直播 大部分有缘人都遇到了一些问题 直播间的水友们 人也不酸了 纷纷等着看笑话 可乐看到了这些弹幕 得意洋洋道 你们想多了 我家庭和谐 生活幸福 学业有成 女朋友感情也很好 这次真的是随手一抽 可能我运气好吧 坐等打脸 坐等打脸 弹幕密密麻麻都是 坐等打脸 几个字 有缘人 你想算什么 可乐想了想 自己好像真没什么算的 想到心爱的女朋友 他羞涩一笑 主播 我想算算我明年能结婚吗 明年他就毕业了 他想直接和女朋友结婚 我掐算一番 开口说道 你出生在小康之家 父母恩爱 你有个大你很多岁的姐姐 已经成家 你在运动方面颇有天赋 算是佼佼者 你成绩优异 从小到大都是别人家的孩子 你性格开朗 出手大方 人缘很好 有很多朋友 也很吸引异性 可乐嘿嘿一笑 主播 您算的也太准了 不过 我只喜欢我女朋友一个人 你明年应该结不了婚 可乐脸色瞬间变了 为什么呀 谁我们终于满意了 弹幕 兄弟们 来了来了 小板凳已坐好 前排出售瓜子爆米花 请说出你的故事 介意告诉我 你女朋友的生辰八字吗 不介意 我这就发给你 你女朋友出身在 偏远的小山村 生母早逝 父亲再娶 有个一父一母的姐姐 以及同父一母的弟弟 我父母原浅 并不受宠 但是我性格坚强 勤劳努力 成绩很好 从不自怨自艾 可乐与有荣烟 没错 我女朋友每年都是专业课第一名 学费都是自己挣的 特别厉害 可乐并不觉得出身贫穷 有什么不好 反而对女朋友这种努力 从大山里爬出来的感到敬佩 但是 你女朋友我今年流年不利 命贩小人 会有一个劫难 可乐顿时紧张起来 什么劫难 难道真的要被打脸了吗 我掏出几枚铜板补A挂 我面色凝重 你女朋友 最近是不是回老家了 对的 如果过不了 结果很不好 犹豫下 我还是接着说明 可能和婚姻有关 可乐猛地站起身 我这就去 若是有需要 可以私聊我 建议你多带点人 这不是威严耸听 而是穷山落水出刁民 有杨人一个人单枪匹马地过去 说不定会跟着出事 好 谢谢主播 匆忙刷了几个礼物 可乐就断开连麦 直播间的水有一时间有些安静 大山里 继母 婚姻 多带点人 这几个词凑在一起 很难让人不多想 希望有缘人快点过去 听说有些偏僻的山村里 重男轻女很严重 把女孩子当成草 年纪到了就会被嫁出去换彩礼 给儿子娶媳妇用 千万要没事啊 祈祷点JPG 我又掐算一番 两个人的命运线已经改变 大家放心 有了有缘人 想必他们会化险为夷 这话是真的 虽然过程艰险 但是两个人都会平安无事 那个女孩子 也会因此脱离原生家庭的桎梏 从此海阔平逾越 天高任鸟飞 好了 五分钟后 抽取第二位有缘人 弹幕 突然有些害怕 被抽中是怎么回事 楼上的 你不是一个人 加一 但是我还是准备抽 手痒 忍不住无连点倔屁技 徐娇娇非常赞同 我也是看到抽奖 就手痒 幸好每次都没抽中我 好了 让我们看看 第二位有缘人是谁 嗯 娇娇 我又仔细看了一下 确实有房管标志 就是我的好朋友徐娇娇 徐娇娇也震惊了 我随手一抽 竟然中了 接着就涌上来一阵 娇娇 你选择哪个 徐娇娇犹豫了下 我 我发照片吧 弹幕 别呀 大家都这么熟了 又没有外人 还是视频连麦吧 一人血书 求娇娇防管直播连麦 二人血书 10086人写书 这阵子 徐娇娇和大家也算是混手了 盛情难却 他最终还是选择了视频连麦 Hello 大家好 我是防管娇娇 弹幕 卧槽卧槽卧槽 我直接 嗨 老婆 果然 美女都是和美女在一起玩的 徐娇娇有些不好意思 便不再看弹幕 音音 我家是要出什么事吗 这才安生了几天啊 上次那个故意使坏的周叔叔 意外摔断了腿 这次又是谁见不得我家好 我仔细看了下徐娇娇的面相 接着叹了口气 没啥大事 就是你家要有喜事了 啊 我身边连个异性都没有 哪来的喜事 这倒不是质疑 纯粹是疑惑 弹幕 同志们 话重点 没有异性 老婆 看我看我 我身高180 180块腹肌 楼上 你是与你棒子成精吗 我别开视线 或许不是你 而是伯父呢 徐娇娇瞳孔地震 我爹一把年纪了 还舔着个大肚子 莫非要老叔开花 我是不介意我爹第二春的 毕竟我早晚要成家 不可能陪他一辈子 等等等等 这应该是好事吧 为什么会抽中我 徐娇娇没发现 潜意识里 我已经把被抽中和有坏事 发生这两件事化成了等号 娇娇 这件事 或许你可以直接问问伯父 徐娇娇拿着手机就去书房 途中直播一直开着 也让大家看到了 徐娇的豪华奢侈 彼时 徐富正在视频 听到推门声 当即将手机扣在桌面上 紧张不已 娇娇啊 怎么这时候过来了 徐大师不是在直播吗 徐富是知道 徐娇娇做房管的事的 反正他有的是钱 女儿想做啥都可以 爸爸 你是不是谈恋爱了 徐富顿世界巴起来 谁 谁说的 爸爸没有谈恋爱 爸爸说过 这辈子有你妈一个就够了 以后就守着你 徐娇娇举起嘴巴 你想谈恋爱就谈恋爱 我不介意 但是您千万不能骗我 我最讨厌别人骗我了 徐富磕磕绊绊解释 爸爸没骗你 爸爸真的没有谈恋爱 充其量算是有好感 还没有捅破这层关系 他独守空房这么多年 有时候也想有个爸 但是总害怕对方对女儿不好 故儿一直单着 这时候 徐富的手机里传出一道声音 既然徐先生并没有意愿 那咱们就到此为止吧 徐娇娇一脸懵圈 常威 你还说你不会武功 徐富干大一笑 那个什么 那是你韩阿姨 然后呢 这不是那什么 我那个 徐富正绞尽脑汁想说辞 却见徐娇娇突然哭了 徐富粗糙的手 轻轻擦拭徐娇脸上的眼泪 娇娇 你别哭 爸爸真的不会再昏的 徐娇娇吸了下鼻子 定定说道 爸爸您听我说 我刚刚说的不是反话 你也守了我这么多年了 妈妈在九泉之下也该瞑目了 以后我总归要成家生子 你一个人我也不放心 有个爸也挺好的 韩阿姨人不错 如果你喜欢 我不介意我做我的后妈 娇娇 徐富感动不已 眼眶也跟着红了 父女两个头一次将话说开 彻底没了心结 爸爸不骗你 爸爸确实对你韩阿姨有好感 喜欢就去追呀 韩阿姨刚刚应该生气了吧 再磨蹭你未来老婆就没了 徐富突然惊醒 那娇娇你自己在家哈 爸爸出门一趟 记得不要给陌生人开门 徐娇娇推他出去 知道了 知道了 您快去吧 举起手机 徐娇娇看向镜头 抱歉 让大家看笑话了 哭过的徐娇娇 有种脆弱美人感 弹幕 老婆不哭 老婆最美 我也是单亲家庭 还是挺理解的 我妈妈也是为了我一辈子 没有在家 上个月我出差 夜里我突发脑溢血 没有抢救过来 有时候我就想 若是我能有个伴 是不是就不会这样了 节哀 抱抱姐妹 阿姨我只是换了个地方守护你 谢谢大家 其实我现在已经想开了 妈妈这辈子没少做好事 下辈子应该过得很幸福 我也注意到这条弹幕 这位昵称为 妈宝女的有缘人 死亡并不意味着永别 如果你想知道 你妈妈现在的情况 可以在直播后私信我 这句话让直播间 再次热闹了起来 大家纷纷开始猜测 主播这是什么意思 莫非这世上 真的有地府之类的存在 毕竟谁家 没有个去世的亲人呢 若是真能知道 他们过得好不好 家里人也都能安心了 我并没有解释 这种事情 信则有 不信则无 最近频繁出现的鬼怪 以及前灵山的事 让我有种不妙的预感 五分钟后 我们接着抽取第三位有缘人 倒计时结束后 第三位新鲜出炉的有缘人 昵称叫做 看到我请喊我去做作业 有缘人三号你好 请问你选择哪种模式 我在上课 不太方便 我发照片吧 是我朋友的 没想到真是位学生 谁友们纷纷开始调戏起来 有缘人三号 快去做作业 对呀 快去做作业 看什么直播 看到照片 我面色凝重起来 你朋友没遇见被黑雾笼罩 恐有生命危险 近期是做了什么事吗 原本的授数明明很长 不应该出现这种意外 大师 救命啦 之前朋友约我一起去鬼屋玩 我没去 他回来后就变得神经兮兮的 一直说镜子里有鬼 再后来连任何反光的东西都看不了 说有鬼在里面看他 他的状态越来越差 这周更是连学也没上 我昨天去看他 他躺在床上 瘦成皮包骨 面色惨白 吊着一口气 奄奄一息 主播 你一定要救救他 这人明显是被恶鬼盯上了 看照片的状态 怕是活不过三天 你朋友家在哪里 情况严重 我必须当面处理才成 谢谢主播 谢谢主播 他家就在闭市 我把地址发给您 事态紧急 我暂停直播 大部分的水友都没有说什么 不过也有少数人认为这都是剧本 不然为什么不给他们全程直播 还不是怕漏下 我并不理会这些 我决定先处理 妈宝女 则是 水友 妈宝女 的母亲生前一辈子心善忌德 确实累积了不少功德 但是投胎是不能插队的 因为我嘴皮子利索 是已在地府 被安排做了个小官 妇联主任 水友 妈宝女 受到的惊吓赞起不提 我已经收拾东西 赶往有缘人 三号朋友的假 同在闭市 倒是方便很多 不带我叫车 徐娇娇和陈飞扬 便同时发了消息过来 音音 我帮你叫了辆车 包月的 以后你出门用它 会方便很多 徐大师 我派人开车去接您了 我叹了口气 是时候买辆车了 东北大哥 他毕竟只有晚上才出车 最后 两个人的车都没坐 正好隔壁便利店老板 要去进货 我便坐了个顺风车 面包车到底比不上豪车舒服 颠簸得让人想吐 到了市中心下车 我当即买了一辆小电力代步 一路急迟 到了目的地 水友 看到我请喊我去做作业 已经等在这里了 他是个高中生 瘦高身材 穿着蓝白校服 留着寸头 戴着一副眼镜 见到我 他有些害羞 你好 是许大师吗 是我 事不宜迟 咱们直接去看你朋友吧 好 他家就在这附近 做作业 名叫曹华 他的朋友叫寻俊 两个人是准高三升 因着要高三了 寻俊提议出去放松一下 曹华之前临时有事 没去成鬼屋 不然恐怕也难逃一劫 此刻 他不免有些后怕和庆幸 寻俊家并不富裕 父母都是普通职工 一家人住在普通小区 走廊里堆满了物资 只容得下一人下脚 这么多指壳 堆积在这里 很是危险 我决定等会儿 就给消防局打电话 不行上了五楼 来到寻家 曹华敲了几下 门就被打开了 一个面容憔悴的 中年女人探出头来 曹华来了呀 进来坐 阿姨好 寻俊她今天怎么样了 女人扯扯嘴角 还是老样子 你带着同学 进去看探她吧 我长相年轻 穿着修衔 说是高中生 也毫无为何感 女人眼底深处 是浓浓的绝望 好好的孩子 突然就成了这样 我们辗转大小医院 结果全都检查不出问题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寻俊的房间空荡荡的 只有柜子和床 窗户也被窗帘挡上了 任何会反光的东西的 都被收了起来 他睁着眼睛躺在床上 骨瘦如柴 眼球突出 眼底乌青一片 如果不是胸膛微弱起伏着 说是死人也不为过 这哪里像个风华正茂的学生 倒像是迟暮的老者 曹华低声说道 寻俊 你别怕 我请来的大师 我一定可以救你的 听到这话 寻俊像是疯了一般挣扎起来 扯着喉咙嘶吼 有鬼 有鬼 曹华 他来了 他来了 我会死的 我会死的 我这才发现 寻俊竟是被绑在床上的 我眼里闪过一抹不赞同 湿了个净心皱 让寻俊安静下来 我这才开始询问 寻俊 你能说说那天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吗 你说出来 我才能救你 那天 寻俊回想起那天的记忆 突然瞳孔皱缩 浑身抽搐起来 见识不好 我连忙掐了个安神诀 寻俊很快冷静下来 沉沉睡去 情况比我想的还要严重 现在已经无法沟通了 人的肩膀上有三把火 一旦受到剧烈惊吓 便会熄灭 而三把火全部熄灭 就会被鬼屋夺走性命 寻俊现在已经熄灭了两把火 只剩下头顶那一把上存 火苗微弱 好似随时会熄灭 形势严峻 拓在眉睫 曹华很是担心 大师 这怎么办啊 我拧眉 他情况很不好 我需要亲自去一趟鬼屋 你还记得鬼屋地址吗 记得记得 曹华翻出聊天记录 给我看 在这里 那是一张宣传单 看起来和其他鬼屋的传单 没什么区别 倒是他的宣传语 引起了我的注意 你是否觉得生活无趣 乏味 平淡至极 想体验真正的绝望吗 想尝试刺激的快感吗 午夜12点 欢迎来到惊悚俱乐部 带你感受最真实的死亡 11点50分 我乘坐出租车 来到了惊悚俱乐部 这里原来是第四人民医院 因为90年代的一场重大事故 死伤无数 整座医院就此废弃 距离市中心很远 周围很是空旷 一片死寂 司机大哥从车窗探出头 大师啊 这里有点邪乎 给我的感觉很不好 要不你别去了吧 没事 你先走吧 等我出来再联系你 东北大哥似乎有些不好意思 那 那我先走了哈 你自己小心 车走了之后 我这才仔细打量这家俱乐部 墙面斑驳 铁门满是绣痕 残墙断壁处 我回头 就见曹华慌张的从灌木丛中钻了出来 他怎么在这 我刚要说话 就见曹华竖起一根手指 嘘 然后拉着我往里走 两个人轻手轻脚 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医院里面和外表看起来截然不同 像是仍在使用 灯光昏暗发黄 医院设备老旧 穿行的护士们都在暗部就班的工作 我和曹华看了一眼便蹲在窗户下面 你怎么在这 曹华有些心虚 视线飘忽 我担心寻俊 就过来了 我很想掀开他的头盖骨看看 这里很危险 你不知道吗 你不怕死吗 怎么可能不怕 大师 现在怎么办啊 曹华现在也有些后悔 他又往窗子里瞄了一眼 里面的这些人 真的是人吗 我送你出去 我准备让东北大哥过来接人 结果微信发不出去 两个人试着原路返回 结果无论怎么走 最后都会回到原地 这是鬼打墙 我丢了一枚符纸过去 再睁一眼 眼前恢复正常 正确的道路藏在他们身后 二人顺着来路返回 走到门口 却发现面前出现了一层 看不见的屏障 将这里和外面隔绝成两个世界 我丢了一连串的符纸过去 结果屏障纹丝不动 现在看来 恐怕只有解决这里 才能出去了 都怪我 曹华很是自责 刚刚若不是他把许大师拉进来 就不会遇到这种事 我叹了口气 不怪你 不过你出不去了 一会儿跟在我身后 切记 不要乱碰东西 不论看到什么都不要大喊大叫 曹华小鸡啄米式的猛点头 我保证乖乖听话 恐怖小说他没少看 死得最快的就是落单的 以及乱拿东西破坏规矩的人 给曹华塞里一堆保命的符纸 我这才带着他进入医院大楼 护士台 一个护士正坐在那里看书 走廊里空无一人 一片寂静 只有翻页的声音偶尔响起 二人从侧门进来 悄悄走到圆柱后面 这里距离护士台有三里距离 面前毫无遮挡 一旦露头就会被发现 不知道其他护士去哪了 他必须速战速决 尽量不发出声音 解决眼前这个护士 我仔细观察大厅布置 注意到护士站上方的通风口 眼前一亮 抬头一看 他们头上果然也有一个通风口 我用气音说道 等会儿你躲在这里不要动 我从通风口过去 见曹华点头 我方才动身 小时候 我为了锻炼身体 学了些拳脚功夫 爬个柱子 倒是小菜一叠 三下五除二就爬了上去 只听 咔哒一声 他轻轻打开了通风口栅栏 回头看了一眼曹华 便钻了进去 现在只剩自己一个人 曹华心里很是不安 然而 他并不知道 这种不安来自于哪里 他总觉得 暗地里有人在窥探他 那视线黏腻 阴暗 不怀好意 紧张间 碰到了兜里的硬物 曹华掏出来一看 试得望远镜 他灵机一动 将望远镜对准护士台 准备看看护士 看的是什么 然而他没有注意到的是 翻页声不知何时 再没想起过 曹华努力调整姿势 书中赫然放了一枚小镜子 护士竟是一直借着镜子 在偷偷观察他 曹华脸色刷了一下就白了 因为他看到镜子上 护士那鲜红的嘴唇 正缓缓向上弯起 他看到他了 护士抬头 看向圆柱 缓缓站起身 曹华贪婪在地 他要死在这里了吧 临死之前 他想的却是 这家店的传单果然没有骗人 这里确实挺刺激 就是有点过于刺激了 别人要钱 这里要命 喂 想啥呢 曹华回过神来 才发现不知何时 我过来了 曹华大喜 我没死 再不走 就真的死了 曹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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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回头看看我呀 曹华闭着眼睛捂着耳朵 让自己不看不听 但是那声音仿佛无孔不入 越来越清晰 到最后 仿佛就贴在他耳边轻轻呼喊 曹华似乎能感受到 耳畔传来的阵阵凉气 我不是曹华 呜呜 曹华你回头看看我 你帮帮我呀 我好痛啊 曹华仿佛被迷了心智 缓缓转头 回到一半 脑袋就被一双手死死按住 我一巴掌 将那女鬼拍飞 悠悠叹了口气 你这体质快赶上唐僧肉了 我一离开就有危险 我这是怎么了 鬼迷心窍 下次你还是跟着我吧 我是不敢再把他一个人留下了 这两次是运气好 他回来得快 若是哪次被大鬼缠住赶不回来 恐怕曹华早就被吞吃入腹了 曹华也是这么想的 大厅里 原本还算干净的环境 变得狼藉一片 也不知道经历了什么 到处坑坑洼洼 乌漆马黑 至于那两个护士已经不见了 曹华狐疑的看向我 看不出来 大师看起来超凡脱俗 没想到手段这么粗暴 等等 大师这身衣服哪来的 我递给他另一套护士服 换上衣服 我有点头绪 现在要挨个病房看看 虽然心里万般嫌弃 曹华的动作却没有半点含糊 好在他瘦 倒是能穿上 这算是做了回女装大佬 就是他总觉得衣服有股臭啊 曹华吸了吸鼻子 不是好像确实很臭 像是肉质腐烂后的味道 他脸色顿时一变 等等 这衣服是哪来的 该不会是 从那两个护士身上扒下来的吧 走吧 咱们去查房 推开第一间病房 屋子里切黑一片 窗帘全都拉得严严实实 曹华习惯性去开灯 被我一把按住 带眼睛习惯黑暗后 我注意到 病房里和寻军房间一样 没有任何反光的东西 一共三张病床 全都躺着人 被子通通盖到头顶 仔细听可以听到微弱的呼吸声 说明病人此刻还活着 掀开被子一脚 病人面色惨白 骨瘦如柴 看起来没几天好活了 他眼皮底下的眼球疯狂转动 似乎要醒来 我连忙将被子盖上 一脚被扯了下 我回头 就见曹华满脸惊悚地指着柜子 循着视线看过去 只看到紧闭的柜门 我不觉得曹华会无地放逝 轻轻走了过去 哗啦啦 我踢到了什么 声音响起的一刹那 病人们的呼吸突然停了 曹华额头浸出汗水 心跳如骨 我蹲下身 捡起瓶子 瓶身写着Hallocinogenic Drugs 这是 致患药 医院怎么会给病人吃这个 我怀疑医院在谋划着什么重大阴谋 随手揣进兜里 我缓缓走向柜门 猛地打开柜门 里面放着一个婴儿大小的布娃娃 曹华吐了一口气 吓死我了 原来是娃娃 我瞥了他一眼 一手丢符 一手念咒 直接那布娃娃 竟是发出刺耳的尖叫 猛地朝看起来 就弱得曹华扑了过去 曹华瞳孔放大 你不要过来呀 我一个定身符丢了过去 布娃娃顿时被困在原地 我从兜里掏出剪刀 对着空气 咔嚓 几下 威胁道 我就人最讨厌娃娃了 尤其是喜欢尖叫的娃娃 尖叫声顿时停了 好了 我们来玩个游戏 我问你答 你为什么藏在柜子里 布娃娃竟是口普人言 我的小主人不见了 小主人 你详细说一下 小主人生病了 院长妈妈送他来医院治疗 我也一起过来了 护士每天给小主人抽血 喂药 时间久了 小主人不仅没好 反而越来越严重了 他开始胃光 暴躁 害怕照镜子 还说镜子里的人不是他 可是我看着 镜子里的人分明是他呀 布娃娃歪头 大大的眼睛里满是疑惑 后来 护士把小主人推走了 说是要做手术 我等啊等啊 一直到病房里 住进了新的病人 小主人却再也没有回来 他们都说 小主人死了 可我分明能感受到他的气息 呜呜 一人一瓦扭头 就见曹华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的 太可怜了 我无语 布娃娃顿时对他有了好感 你们可以帮我找小主人吗 我犹豫 现在的医院 其实是已经发生过的事 就算是找到他的小主人 恐怕也已经白发苍苍 更别说 还不一定找得到 布娃娃有些急了 你们不愿意吗 作为报答 我可以告诉你们一个秘密 我将情况说明 布娃娃一下子就腰了下去 他在这里日复一日等候 不知时间 原来已经过去这么久了吗 小主人会不会忘了他 沉默片刻 布娃娃抬头 那我也想知道 小主人现在怎么样了 就算 就算 他已经不记得我了 曹华熙悉地看向我 恨不得代替我答应下来 好 我答应你 这个秘密就是 出了病房 我二人前往十楼院长室 按照布娃娃所说 那里常年上锁 整层楼不允许随意进出 除非有通行证 两个人刚走到十层 就见一个双眼 被黑线缝上的保安走了过来 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发现的 他手中拖着一把刀 发出沉重的声音 刀刃是满是鲜红的血迹 甚至还有些不知名的残渣 曹华为内翻涌 又怕又恶心 恨不得把腿就跑 我淡定的一批 掏出一张卡片递了过去 保安摸了一下 就让开位置 五分钟 待保安走远后 曹华低声询问 大师 你给的什么 之前在护士台发现的卡片 上面是盲文 有些特殊 我就收着了 曹华神情复杂 大师不愧是大师 所到之处 寸草不生 十层一整层都是院长的地盘 墙上挂着他过往的履历 以及一张超大照片 似乎很是骄傲 我一目十行 注意到一个词 开颅手术 时间紧急 容不得半点耽误 我走到院长室门口 透过窗子观察了一下 院长不在 按了下把手 果然锁住了 我掏出一根发卡 掰之后 塞进锁洞里捅了几下 只听 咔哒 一声 门锁开了 曹华此刻的眼神 已经不是静佩了 他开始怀疑 许大师究竟是做什么的 院长室里 一整面墙都是照片 月光透过窗子撒了进来 在看清上面内容时 饶是见多识广 都为不禁骂一句变态 曹华更是当场干呕起来 这一整面墙 竟都是人体实验的照片 这院长大概是胸有成竹 不怕别人进来 竟然将那些惨绝人寰的实验过程 明晃晃的挂在墙上 每一张照片下面 都有实验名字 实验时间 参与人物 以及实验体编号 没错 没有名字 只有编号 对于这些实验体的来历 我有个猜测 走向墙角的档案柜 我开锁后 随即拿出一些文件 快速翻阅 果然 这些实验体就是入院治病的病人 他们大多都是家境不好 或者亲人不喜的 给点钱就好打发 像住娃娃的小主人 就是福利院的孩子 就算是失踪也无人问津 注意到角落里一本特殊的文件 我打开一看 面色顿时变了 没想到院长还贩卖人体器官 换来的钱正好用来支撑他做实验 大师 有人来了 我连忙将文件放回原地 两个人蹲在墙角 哒哒哒 高跟鞋踩在地砖上的声音 脚步声在院长室门口停住 两个人平住呼吸 房间一片静谜 咔哒咔哒 门把手被拧动几下 键门好好锁着 来者便放弃了 过了片刻 大概是没有发现什么 脚步声渐渐远去 曹华松了一口气 刚要说话就被我死死捂住嘴巴 我指了指地面的影子 外面那个东西竟然还在 他身子像橡皮泥一样无限拉长 双脚走开 上半身却还死死地趴在门上 漆黑的眼珠子滴溜溜地转 检查屋里是否有人 这鬼东西是成精了吗 怎么感觉他好像有智商 曹华不禁开始怀疑 他们还能出去吗 又过了一会儿 脚步声再次响起 这次是真的离开了 曹华后背全是冷汗 卧槽 咱们走吧 五分钟已经到了 再不走怕是保安会爆起 出门后 刚刚那个东西不见踪影 保安仍旧站在楼梯口 似乎并不清楚两个人进过院长室 两个人缓缓走了过去 保安鼻子怂动 说地 他转向曹华 缓缓提起手中砍刀 怎么回事 跑 话音刚落 两个人把腿就跑 楼梯口在保安后面 现在下楼是下不去了 十楼除了办公室 还有很多房间 我随手打开一间房 就拉着曹华躲了进去 降门反锁后 我打量房间 这是一间休息室 一架上挂着染血的白大褂 曹华这才发现自己的手指 不知何时破了皮 流了一点血 难怪被保安发现了 他是狗鼻子吗 抱歉 是我拖后腿了 没事 你包扎一下 碰 大刀砍在门上 刀尖撕了进来 曹华吓得退后两步 大师 现在怎么办 别担心 我找个帮手 毕竟还有另一个东西在 我一对二倒是可以 就是没法顾及曹华 是以我低声念了一段 灰色的咒语 片刻后 一袭白色西装的 白无常凭空出现在房间 我 我正忙着呢 你怎么又 没信号 我掏出手机晃了晃 行吧 这是哪儿 阴气好重 碰 大刀又一次砍了过来 直接将站在门口的 谢必安身上的西装 滑了个口子 我眉头一条 哦吼 在心里 替华安点了根拉 谢必安看着衣服上的口子 进来的压抑情绪 直接爆发 掏出铁链缠在刀上 直接连鬼带刀 团吧团吧 揉成一团 塞进袖子里 白大人 这也是你们地府的bug吧 虽然是问话 却是肯定语气 地府最近出了什么事吗 谢必安面色沉重 阎王失踪了 有人心大 想要趁机上位 地府正改革到一半 又出乱子 大家都忙得要死 那我是不是给你添麻烦了 嗨 也没有 我也正好趁机放松放松 不过你也要多留意一下 很多恶鬼出逃到人间 若不加以控制 恐怕会引起一场浩劫 你放心吧 这也是我的责任 香火店其实是一个隐藏部门 地府住人间办事处 前任处长是外婆 现任处长我 可 虽然是空头司令 手中无人 不过待遇好 功德无量 工作轻松 平时没什么事 有需要的时候帮帮忙 毕竟地府总有些不便之处 对了 你可以在直播间里 前一幕话的 让大家知道有地府的存在 我神色有些不安 已经这么严重了吗 总有一天会得不住 提前让大家知道也挺好 行 我记住了 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响起 我透过破烂的门洞 看到一个姑且称之为人的东西 正四肢 并用朝这里冲了过来 我后退一步 白大人 靠你了 谢必安无语 这都什么鬼东西 到底是地府疏漏导致的 谢必安多少有些心虚 他抛出锁链 将那鬼东西缠住 几记沙威棒砸了下去 就让他和保安做伴去了 谢必安看了严手表 直接将沙威棒丢给我 这棒子借给你用 我还有事 先走了 回见 不带我反应 一眨眼就消失不见了 我一拍脑门 糟了 忘了问小主人的下落了